8月31日,在昨天结束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南篮半决赛中,中国南篮红队以86比63大胜中国台北南篮,闯入本届赛事的决赛。 此役,中锋周琪发挥出色,他出战28分中,11投8中,3分球7投4中得到22分16篮板,2助攻3盖茂,NBA东下火箭也在官方推特上祝贺了周琪,周琪在亚运会半决赛又打出强势的表现。 22分,16篮板,3盖茂,本届赛事决赛,中国南篮红队将对阵哈达比领衔的伊朗队,就在刚才。 据网外报道,火箭将安德森和梅尔顿交易至太阳,换来布兰登奈特和马基斯·克里斯。 克里斯是太阳在前各赛季选到的8号新秀,上赛季在太阳渐渐失去位置,场均能得到7.7分5.5篮板一封盖,是一个身体素质非常好但篮球智商烧欠的球员。 而布莱登奈特虽然只有6年球龄但早已成名,此前几年在活塞、雄鹿、太阳都有不错发挥。 2015到16赛季,曾有场均19.6分的贡献。 上赛季他因为7商赛季报销,火箭没有交易周琪,而是把新秀维尔顿送走,足够说明火箭对周琪的前置和培养。 而周琪在亚运会的表现也算不错,在首战对战骑士队的克拉克森中,明显占优,或许,火箭就是因为这一点,才要将周琪留在火箭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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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